4號下午電影《我的野蠻女友2》 在首爾舉行了媒體試音會 2001年有權志賢和車太賢合作的電影《我的野蠻女友》 在亞洲各地掀起熱潮 令不少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15年後電影開拍續集 男主角千牛一腳由車太賢繼續擔任 而女主角則找來宋茜單綱 不過宋茜因中國電視劇拍攝 形成衝突關係 今天普克出席活動 已經是人夫的車太賢 這次在片中和宋茜有許多新聞畫面 被問到妻子的反應是 妻子呢 在我的電影拍攝的時候 其實是 每次都是你們一起看的 在VIP的時候 因為孩子們因為 所以 可能是你們之間 今天看過了 幸好最後的問號 但是我還想要做什麼 你做什麼 那些說話 我這個時候 我還是想要做什麼 我應該要做什麼 但是 我也想要做什麼 我應該要做什麼 我覺得 我做什麼 這樣 還在說什麼 我今天就寄了一句话 而在许集中 除了宋茜还有一位日本演员 不少人担心作为外国人的宋茜及日本演员 和车太贤在对西方面是否会出现问题 我最初是很惊讶的 我最初是在许集中的课程中 是有关西亚的课程中 外国人的课程中 当然外国人说的课程中 两个人都很不太懂课程中 两个人和演唱会 我认为最大的学习是 我认为我能够能够有什么感觉 我认为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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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自己的感觉